相信大部分同学都吃过鲤鱼 不论是红烧青鱼断 青蒸碗鱼 剁椒鱼头 还是干锅连鱼 糖醋鲤鱼 鸡鱼豆腐汤 又或者西湖醋鱼 水煮鱼片 都可以说是十分美味 在吃鱼的同时 很多同学也对他们的肉刺 深恶痛绝 不少人还吃过他们的苦头 我们平时吃的这些鱼类 以青鱼 草鱼 雍鱼 连鱼 这四大家鱼为首 而这四大家鱼也被美国人称为亚洲鲤鱼 说起亚洲鲤鱼 在中国一般逃不了被吃的命运 然而 当这些亚洲鲤鱼出国之后 却成为了美国水中一霸 让这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苦不堪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新进来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方便随时收看最新精彩内容 在中国 寿命最长的鲤鱼为银鲤 寿命可达70岁 在野生环境中 银鲤一年大约可以长两斤重 如果放在池塘中养大 那么它一般在三至十斤 如果放在江湖中长大 那么15年的时间就能长到一米多 不过生在中国的鲤鱼 是很难长到这么大的 因为鲤鱼在中国人的食谱中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鲤鱼富含人体易吸收的高质量蛋白质 能为人体提供必须的氨基酸 矿物质 维生素A和维生素D等营养元素 而且鲤鱼肉类所含的脂肪 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 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胆固醇 在冠心病 动脉硬化等 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方面 有一定的价值 因此多吃鱼有利于长寿 而且很多人认为 多吃鱼类可以增长智力 且不论是不是伪科学 很多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对鲤鱼也是青睐有加了 另外鲤鱼的食物 作为浮游生物或野生棒类为食 生活在中国的鲤鱼 受到食物短缺的影响 也很难大规模野蛮生长 再加上水中的一些天敌 人类的过度捕捞 因此鲤鱼在亚洲 一直是瘦气包的形象 其实在上世纪中期 美国还没有亚洲鲤鱼的身影 在当时美国工业时代大发展 很多污染物流入水中 导致水域里的植物 犹如吃了激素疯狂生长 这并非一件好事 因为这些水草和浮游植物 会影响水体质量和养殖业的发展 而且还对水中的行船造成极大困扰 如果缠住船的螺旋桨 又或者把人的脚缠住 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最开始美国尝试使用药物来对抗水草 但把药物投入水中 对水中的冻植物影响太大 而且还破坏水中的环境 因此美国急需一种更科学的 除水草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 亚洲鲤鱼的名字映入美国眼点 亚洲鲤食量极大 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 40%的水草 浮游生物或野生棒位 如果能引入亚洲鲤鱼 来对抗蜂长的水草和浮游植物 那绝对是最经济的治理方案 事实上也是如此 在引入亚洲鲤鱼后 这些鲤鱼凭借适应性强 耐低温 耐去养等优点 在美国的水域存活下来 更加喜人的是 这些鱼的繁殖能力极强 一次最多能产下15万例鱼卵 再加上没有天敌的制衡 很快这些亚洲鲤鱼 就在美国各大水域中传播开来 在亚洲鲤鱼的努力下 80%的水草都被消灭 美国人再也不用担心水草为患了 然而没有水草的烦恼 却又衍生出了另一项烦恼 那就是亚洲鲤鱼泛滥 由于亚洲鲤鱼的繁殖能力 和适应能力都很强 再加上没有天敌 亚洲鲤鱼很快就抢走了 当地鱼类的生存空间 这些反客为主的亚洲鲤鱼 十分强悍 野蛮生长之下 胖成猪的亚洲鲤 在美国比比皆是 有的能长到一米多长 几十斤重 在一些河流中 亚洲鲤鱼的数量 已占鱼类总数的90% 很多鱼类甚至因为抢不到食物 而逐渐灭亡 也危害着近3000万人的 饮用水安全 很多人说 美国可以借鉴中国的方法来控制鲤鱼 但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首先 美国人并没有吃鲤鱼的习惯 因为亚洲鲤鱼刺多 鱼鳞大且有腥味 没有烹饪技术的美国人 是很难征服亚洲鲤鱼的 而且有些亚洲鲤鱼 还有不小的战斗力 比如白脸鲤鱼 就因为会飞跃的能力 经常破坏渔民的渔网 危害人们的人身安全 为了阻止亚洲鲤鱼继续扩张 美国曾建议 赤资180亿美元 建造大坝拦截 只不过如今 亚洲鲤鱼已经遍布美国 这时候才开始做 已经晚了 后来一些州 也推出了收购计划 鼓励人们抓捕鲤鱼并出售 但美国本来就没有鲤鱼市场 因此这个做法 也是非常轻易 可以说 美国当年为了控制水草 而引进鲤鱼 绝对是 引狼入室 得不偿失 大自然是十分玄妙的 当你想用人力 来征服它的时候 或许 你已经在走向神渊了